中国商飞大飞机制造首席前工胡双钱在35年里 他加工过数十万个飞机零件 竟然没有出现过一个次品 严谨的工业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可是呢 三年前老胡一家才从住了十几年的30平方米的老房子搬了出来 贷款买了上海宝山区的70平方米的新家 宝山房均价2万5左右 30多年工作还要贷款买100多万的房子 凭借一股积极好学刻苦钻研的静 用了毕生的精力才攀上了行业的巅峰 可是他们的收入和待遇还抵不过卖药的和卖房的更比不少卖畅的 国家一直倡导 产业新国 提倡 大国工匠 精神 这个是很好的提升产品附加值 增加商品竞争力 可是人真的是要吃饭的 在目前这种近乎畸形的财富分配体系下 和各种中国速度的考核下 中国梦真的是 中国人很多 很聪明 很能吃苦 可是我们目前面临着缺乏技术工人的境地 很多企业发展受限就在于缺乏专业技术人才 可是人力市场环境和量化考核阻断了工人由熟练走向卓越的道路 因为我们大多还停留在剥削人头的阶段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都说 国外的东西如何好 质量如何过硬 其实这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层面的先进 更多的是他们给工薪阶层良好的福利待遇 每个人都很珍惜自己的工作 而且不以产量来考评 不以剥削人头而以提高附加值来创造效益 小编从事的工程领域 经常会接触到国外的工程师和技工 实际上他们也知识某项专业 甚至仅仅某项工序内比较拔尖的技术工人 但是他们出差从出发那一刻开始算各种补贴 三星级以下的住宿不报销 在现场到点就走 最差的日补贴都在800刀以上 欧美国家的专业技术工人的工时费 基本处于收入梯队的中上等 反观我们 一个人要顶八个用 这种环境下根本就不具备诞生专业顶尖人物的土壤 更别说在某项工序内做到顶级了 恐怕还没做好就下课了 即使你历尽千辛万苦做到的顶尖 得到的仅仅是一面锦旗 一个称号 仅此而已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让你当个什么首席 月收入限定在一万块钱 和让你扫厕所 月薪三万 你干哪个 小编三观 没有布阵 知识有感而发 不服来便